字幕君 早前附近父親節 今天沒有選擇外出吃飯 選擇在家煮飯 邀請父母來家吃飯 順便做些新的食物 上年炆完鮑魚,今年做片皮鴨 小弟第一次做,有點失手 相信大家如果跟著做法 給我多一點耐性,相信會比我做得更好 主要材料加有隻鴨 其他的配料,大家留意螢幕便可以了 首先把鴨沖乾淨,先處理 記得留下頭,頭很重要 然後把鴨掌,抱歉 鴨掌,剁開 然後在表面放些粗鹽 放些少許都不要緊,我們用來清潔 然後把表面的粗鹽掌走 把表面的粗鹽掌走 然後內腔也一樣 我們用手放進去 把裡面的粗鹽掌走 背部也一樣 掌勻後,馬上去沖水 當水喉水一直沖 我們一樣幫它按摩 把表面的粗鹽掌走 務求讓表面乾乾淨淨 然後到內腔 要花一點時間 把裡面多餘的內臟 如果有的話 把它拔出來 裡面乾乾淨淨 沖出來沒有血便可以了 掌勻後 我們用廚房紙 把表面和內腔印乾 然後找過這些波崩 在皮和肉之間 把整隻鴨吹脹 這個步驟很重要 如果你不吹脹 到皮會比較難脆 比較厚身 很難做到薄的效果 所以它的效果更好 我認為它是比較必須的步驟 攪拌完一邊 就反轉去攪拌另一邊 如果在頸位看不到一個洞 你可以用剪刀開一個 然後把波崩放進去 就可以了 因為我這個是手動崩 所以我要找人幫忙幫我 如果是有電動崩的朋友 那就方便很多了 攪拌完之後 很明顯看到一隻鴨 尤其是頸位 是有空氣在裡面 然後用一隻鴨 加一半的水 加一條的蔥 花椒八角 那些香料 五香粉 用大火煮沸 然後用手拿著鴨頸 淋湯 這一步 我們要令皮收縮 令皮貼上肉 在不同的部分 淋湯 令皮收縮 就可以了 我相信大約五分鐘左右 所以你的手可能會比較累 有得掛起來 就盡量掛起來 不然就要像我這樣用手拿著 當我們淋湯下去的時候 盡量由頸位開始淋 我認為這個是比較均勻的方法 如果真的有些位置是淋到下去 就自己加一加 令皮收縮就可以了 而我也知道有些做法 是把整隻鴨放進滾湯裡燙水 但我認為這個做法 即是燙水的做法 有機會會令到焗出來的時候 那隻鴨的肉會更粗糙 為了避免這個問題 我就選擇淋湯 如果大家想選擇燙水 就不妨試一下 告訴我效果如何 完成之後 不要忘記頭 把頭放進去 煮到水再滾回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我們檢查一下皮 皮其實就收縮了 然後是和肉分開 其實是鬆飄飄 但是收縮了 這就是你最想做到的事情 然後我們準備醃料 三至四湯匙的叉燒醬 唉唷 真棒 甜醬 五香粉一個湯匙 鹽和糖 割一個茶匙 然後白胡椒粉適量 如果你怕酥的話 就多加一點 我加了大約兩個茶匙左右 然後把整匙醬拌勻 攪拌好之後 就可以塗進鴨的內腔裡面 盡量不要碰到皮 但入洞的時候 在所難免也會碰到一點 塗完之後 我們把手放進去 再炒一下 炒好之後 把皮表面用廚房紙抹一抹 攪拌好之後 如果大家家裡有些長竹籤 或者像我有一些金屬的雞尾叉 就把內腔的位置 皮疼皮 皮疼皮 我們穿起它 盡量令醃料 不要那麼容易漏出來 下一步這個選擇 我剪掉一隻翼 大家可以不剪 但通常片皮鴨的翼都不存在 攪拌好之後 我們把鴨掛起來 這個時候可以做出皮的醬 我們用2-3湯匙的麻糖 加6湯匙的白醋 1湯匙的醬 1湯匙的醬 半湯匙的老抽 我們用熱水 搓拌均勻 然後就可以用掃 掃上鴨的皮 由於那個醬 會滴下去 所以我們在下面 用一個盒子 一邊一邊塗均勻 塗均勻 塗均勻之後 由它封乾一個小時 我們重複這個步驟 三至四次 直到鴨的皮 令身 和黏手 這樣就可以了 當你塗上鴨的皮 記得慢慢塗 塗滿它 封乾得夠 再塗 你也想到最後 效果出來要滿意 沒有理由 再做多一次 很浪費心機 又浪費心機又浪費時間 由於想令到鴨拉底的位置 封乾得夠 所以就用長竹籤 剪開一半 盡量把液位撐開 如果大家可以的風扇 就用它 盡量令皮封乾得完美 當你完成了三四次的步驟之後 就可以把它放進焗爐裡 180度 焗它45分鐘 然後再反轉焗多45分鐘就可以了 準備好之前 我們可以切蘿蔔絲 然後一些京蔥絲 我們只需要白色部分 把它剪開一半 表面不要 芯我們不要 然後把白色部分攤開 把它切成絲 放在一邊備用 然後兩條青瓜仔 把水拆乾淨 把它切成絲 放在一邊備用 蘿蔔絲 我們用水浸著 加斯燒鹽 浸它半個小時 浸完之後 瀝乾水就可以了 鴨種焗了90分鐘之後 就拿出來 將那支針拔走 然後再浪一浪 將內糠的汁倒出來 包片皮鴨的皮 我沒有空做 唯有買現成春卷皮代替 隔水蒸5分鐘就可以了 這隻是我自家製的片皮鴨 我老爸認為是滿意的 當然 你拿去跟出名的酒樓比較 那裡面會有一筆 人家是燒出來 不是我們家裡焗出來的 由於我們已經做了吹皮這個動作 所以皮和肉已經不會黏在一起 而且皮是夠薄 你可以看到刀在後面走的時候 那個影 這就是我最想做到的事情 我不是酒樓大師傅 唯有用我自己的方法拍片 又或者一家人自己手撕 最重要大家懂得開開心心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自家製的版本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